接下來講的是一個叫做氣溫跟一個濕度 氣溫其實沒有什麼意思啦 氣溫就是空氣的溫度,不是廢話嗎 但是有一個是以前考過的 學測有認過類似的問題 就是你量氣溫的時候要在陰涼的地方量 你要量的是大氣這樣子平衡過的溫度 所以你不可以把溫度計放上去讓太陽曬 太陽一曬溫度就上升,雲過去溫度就下降 這樣就不是你大氣平衡過的溫度 所以要在陰涼的地方量 所以你當委會寫到有一題 它伸一個左手伸一個右手 問你哪一手量到的是氣溫 你就知道要在陰涼的地方量 陰涼的地方量,那才是你真正的氣溫 避免陽光只是小事一樁,簡單 最高溫的時候出現在下午大概兩點 就是一點到三點之間 這個是跟我們的吸放熱情形有關 最低溫出現在日出前,為什麼? 因為太陽下山就不再吸熱,就在放熱 放熱放到日出前放最多,所以日出前是最低溫 這個也是看一看就好了,很少人問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一個重點,叫做水氣 一定量的空氣,沒有辦法無限制的容納水氣 這跟我們李化老師教那個溶解度的意思是一樣的 一杯水不能夠無限制的溶解糖嘛 有個限度 一定量的空氣也不能夠無限制的容納水氣 這有個限制 這個限制的狀況跟溫度有關 溫度越高能夠裝的就越多 所以越高溫的空氣,它能夠裝的水氣量就越多 如果你裝到最多,裝到滿,就叫飽和 這也跟李化老師教的那個濃度一樣 裝到滿叫做飽和 飽和的意思是一樣的 OK,好 越高溫的空氣,能夠容納的水氣量就越多 因此就造成一個結果 這個空氣有水蒸氣5公克 那個空氣有水蒸氣5公克 光看5公克比較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這個最多裝6公克,裝了5公克快裝滿了 那個裝10公克只裝了一半 所以我們有一個東西叫做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就是我能夠裝多少 然後我有裝多少,這樣叫做相對濕度 國中是用這個公式算的 高中是用所謂的露點溫度來講 這一題學測有考過 而且這是學測唯一出的一題跟計算有關係的題目 好,那老師我沒有學 然後而且學測當年考的時候 就是用露點溫度考的 老師那我沒有學過啊,不用學過 你把題目看完你就知道他在講什麼了 然後他怎麼考計算也非常簡單 你根本就不用算 他就告訴你說你的分母要放A、分子要放B 然後請問你現在這個時候他的相對數多少 就拉回去看 這個溫度的時候A是什麼、B是什麼 然後帶進來 然後只要寫算式就好了 5分之2啊還是3分之幾啊 那匯列式就有了 他那裡算都不用算出來 就是唯一跟計算 現在你是要計算的題嗎 現在才是計算的題嗎 但是唯一跟計算的就是這個 OK,相對數 那國中這樣算的 國中是這樣教的 不是用露點溫度 對我們是高中教 好,最多裝多少 我有裝多少乘百分之一百 要乘百分之一百 是數學上要求有百分符號是要出現 跟那個重量百分之多意思一樣 所以我最多裝22克 我現在裝了11克 我現在是數多少 二十二分之11 然後乘百分之二 百分之五十 希望你會算 希望你會算 當然有不同的考法 我個人是喜歡用那個圖表來考 畫一個圖或畫一個表 讓你從裡面找到數字往裡面帶 這樣直接考感覺程度很差 最多裝22克 我有裝11克 問多少 這感覺程度比較差 不過反正就是你要會算就是了 對不對 OK 好 這叫做相對數度 最多裝多少 我有裝多少乘百分之一百 然後呢 露點溫度的事情就到高中以後 再說 後面再說 那請問你 那裝滿是多少 裝滿是多少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這就是所謂的相對師度 要知道怎麼做計算 然後考試到你算的時候 你要會算 那就可以了 OK